信佛需要信根理想 信根很重要 师父天天在跟你们讲 就是让你们好好相信佛 当你相信佛的时候 就会升起信念 信愿行 信心很重要 有了信心就可以越过 一切障碍和苦难 看不到前途的人 就是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就不能坚持 一定要坚信 要看到菩萨 看到自己的信根理 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 才能一直坚持做下去 如果连自己走的路都不相信是对的 就无法走完这条路 信愿行 信心很重要 愿力也重要 行动也很重要 只是相信 只是相信而没有愿力 也没有行动 就很难成就你的佛道 很多人出家 修到一半又还俗 或者修到一半就退转了 这就是信根根根理 这就是信根根力不足 轮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也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一个有智慧 有佛性的人 是不会让自己轮回的 让自己轮回 就是糟蹋自己的慧命 菩萨给我们这么好的本性 良心 慧命 绝对不能糟蹋掉 要用这个慧命 唯一的一条救命线 拉着气球一样 回到天上 回到妈妈身边 道心坚定 取经路 账难从生 不言苦 红法度种 信愿行 初离轮回 靠慧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